这一小节说明这个线上的AB测试 在统计学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叫做所谓的相关跟causation因果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说明 在第六章说那个冰淇淋跟森林火灾 这个是相关 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吃冰淇淋引起森林火灾 这个时候因为两个都发生在暑假 所以这个是相关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因果就要做实验 一般的方法就是用所谓的控制组跟对照组 比如说你在做药物实验的时候 有一组控制组就给它吃 比如说你现在拔牙 然后研发出一种新的所谓的止痛药 然后你就给那一组人吃止痛药 然后它的对照组给他吃所谓的维他命C 比如说 所以在随机取样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确定这个变因是来自你给他吃不同的药 然后得到不同的效果 以便验证说你做的药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个是蛮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这个所谓的线上测试 就是说你顾客到你的网站来 那你为了优化你的网页 然后消费者的体验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公司利用说 你来呢 根据不同的课情随机取样 然后给他看不同的网页 然后呢 你去比较哪一个网页呢 你的顾客的click rate 就是你的点选按下去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 在这个例子里面比例越高越好 所以是72% 所以呢 我们以后的这个网页 就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代表说这个颜色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你的那个客群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色彩 这样子可能比较清楚 或是什么原因 比较美观 好 所以这个呢 是蛮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后面当然有一些统计学的这个分析 那这个有更多的这个例子 这个是在这个台湾的一个这个 这个杂志叫做商业周刊 这个订房网呢 这是一个网 这个网站 它里面呢 有这个1800个工程师 然后每一天 做1000次的AB测试 做不同的这个改版 然后 到底哪一种网站 或是哪一种网页 这个你的客人会比较喜欢 然后当然这个有进一步的资讯 那这个基本上呢 有这个 这个是比较一般化的 然后这三位呢 都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电子商务公司这个上班 所以他们有非常多实战的经验 那这一本的书呢 是比较理论一点 有非常多后面 这个 非常多数学分析 那这个很多的课程都是在研究所 那还是跟一样 我这个老师跟你讲这些是说 让你知道说 资讯工程呢 它的应用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泛 当然啦 这后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数学 那我强调了 这个呢 是看你从事的工作 那有一些这边的这个内容呢 可能是硕博士 才会念到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在这边 里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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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